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健康丹观众 我身边的骨科专科陈慧林医生 在这个节目之前 他赞了我一段时间 我现在觉得很舒服很爽 但他赞我的东西 我又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 不是叫他再赞我一次 而是陈医生因为骨科专科 他说我健康丹 其实我不是健康丹 我真心不是健康丹 但我做了三年多的健康丹 不会学时也会偷 偷到一些诗 要做运动早睡早起 不如告诉健康丹观众 每天最适宜做多久做运动 如何做 你可以先分享给他们 这是第一个问题 都不是赞你 真心觉得你好健康 其实我们一般医生都建议 如果每天抽到三十分钟时间 做一些运动 包括我个人觉得有两部分 第一就是关节方面 你见到现在很多人做拉筋 做一些伸展运动 令到关节柔硬一点 其实根件柔硬一点 你肌力好一点 你防止你关节的劳损 和骨质疏松的机会都会小一点 另外我们另一半时间 就可能做一些心肺运动 要保持你的心肺功能 你经常听到人说做一些 卡迪奥 例如你可能急速走快一点 或者甚至轻量的跑步 如果每天都做到三十分钟 甚至多些三十一二分钟 那就最好了 因为我现在有支标 每一次支标響起 一看你做了三十分钟 很有满足感 做了三十分钟 我可以去洗澡也好 但真的 这个也是在健康带 如果我能够在健康带得到什么 或者其中一件都很重要 当然也要有你们这些专科医生 或者专家去告诉大家 让大家知道 那些十分钟的 我有些片和大家分享 你可以看回 好了 延归正转 今天是Q&A 你们有很多留言问题 关于骨科 所以我请陈医生上来 有一位W.A.H.C.C.C. 她说公公经常说她膝头割痛 走都不太走 跟她看医生 医生说要换关节 但她七十多岁 现在做手术 换关节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年纪大换关节 其实膝头割痛 也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 你说七十多岁 为什么会有膝头割痛 大部分大家都知道 关节可能有劳损 劳损可以有很多方面的原因 有些可能是自然退化 可能以前真的很粗劳 年轻时工作很辛苦 有些成因可能是因为 她本身有病痛 例如有些本身的关节炎 特别是风湿性关节炎 或者以前受过很严重的创伤 特别是年轻时很活跃 可能打球又弄了十字印带 半月板 她膝头割痛会退化得早些 到了七十多岁 如果磨损真的很严重 有时医生到了晚期的关节炎 都会建议门膝头割 其实七十多岁来说 在现在这个年代 又不是很大年纪 很多七十多岁都很活跃 所以如果她说没有大病痛 又不是说 例如她可能有三高 很多时候有三高 控制得好 其实都适合做 膝关节的治療手术 所以要视乎你公公 WAHCCC 你公公现在身体状况 希望她身体健康 没有病没有痛 就可以考虑一下 因为 陈医生说七十多岁 很年轻 那我就很年轻 我快要七十 YYOKG 听人说换关节手术 现在有很多新技术 说可以减低创伤 是否真的 其实近年关节治换的手术 的确是有很多新的发展 传统来说 我们做一个关节手术 希望能够将膝头割 表面的磨损换了它 我们通常有些传统的方法 就是一些外在的器具 帮我们量一下位置 看修哥做完之后 希望做它靓 直一点 你见到很多人有些O型腿 或者X型腿 我们做完之后 希望脚都直回 用一些传统化 可能教外在的仪器 或者医生的经验 希望可以做到这个成效 但是我们近年 你发觉你听到很多人说 他用一些机械人做手术 机械臂辅助 是什么来的 其实机械臂辅助手术 都发展了一段时间 作用就是我们在 希望做手术之前 帮个病人做一个电脑掃描 做一个三维的影像 让我们更加清楚 述前到手术 膝头割的形态 做手术的时候 将这些资料 放到机械人里面 机械人就帮我们分析 加上我们的经验 我们就跟他分析 如何去切割它 才可以将那个形态做得最好 你也听过人都有不同的性格 有九型人格 我们近年的研究都发现 膝头哥 每个都不一样 都有九个形状 真的有九个形状的膝头哥 有不同的形态 有些可能弯一点 有些直一点 有些可能X一点 如果我们知道有这样的经验 有这样的研究出了 那机械人的辅助手术就帮到我们了 因为我们以前做手术 希望做到脚 每个都直不甩 好正 看到脚都直不甩 原来不是的 有些人未必每个都舒服 有些人可能有点弯弯 有些可能有点外谨 那我们就根据他电路掃描的形态 或者述前之前健康的时候的形态 希望做回类似 要做到这么精准 就可能需要一些辅助 就像我这样说 用机械臂的辅助 那我们就可以分析得详细 做回类似的形态 他的康复就会快些些 他的生活 即是行的时候就会自然些 人带的松紧也做得平衡些 希望这些是比较新的发展 那这个算不算是一个大 还是小手术 都是一个大手术 但由于科技的发展 现在因为机械被辅助 可能手术时间会减少些 失血也会少些 因为我们不需要一些 可能在骨髓里面做一些转探 来到放一些仪器 可以减低失血的机会 所以很多时候这些手术 如果顺利的话 很多病人翌日都可以立即落地 又不需要住很久医院 他说他妈妈两个膝头哥都要做手术支援 可不可以帮手问医生 应该分开做还是一起做 医生就是一起做 但会否住很久医院 会否有时间才能走路呢 如果两个一起做 我们要视乎他的身体状况 我们要视乎他的身体状况 有些医生都会建议两个一起做 好处是减少一次麻醉的风险 但手术时间会长了些 但你说长很多也不是长很多 由于现在的技术也先进了 失血也少了 有时候如果他的身体状况 比如他没有很严重的内科病痛 麻醉科医生会觉得适合呢 其实可以两个膝头哥一起做 你说会住院住久一点 可能会多一点一两天 其实普通的住院时间 如果两个膝头哥患有病人快起来 可能四五天已经行得多好 就可以出院 内侧可能一个多星期 所以就不用太担心 如果他的身体许可 有些医生都会建议一起做 我曾经听过有些做了换室手术 他说伤症了 一路很久都不消退 这是一个正常现象 多久都会担心 那我以后是否就是这样的 蛋哥真是很好的问题 因为我们做完膝头哥 会做很多切割 所以会有些流血 但由于我们近年的发展 我们有很多不同止血的方法 特别你听过 可能有一些研究 或者叫鸡尾酒疗法 希望能够减低做手术后的 失血和流血的情况 是会有些肿的正常 但肿可能由几个星期 慢慢都会消退 所以不用太担心 当然最初的病人 可能述后会有些不舒服 因为肿胀 但如果跟着医生的建议 以及做了适当的护理 肿肿会慢慢减退 就不会跟着你一世 多数多的病人 好 问一下有没有很常的情况 或者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就是换了更辛苦 要再做 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当然会有一个很少的机会 有这样的情况 特别如果像我们以前 做传统的方法去做 要靠医生的经验 去量度位置 是会有一定程度的出错 但随着科技的发展 如果我们加入了一些新的科技 能够将切割 或者其他的辅助 例如我刚才说的 止痛 止血的疗法 机会会大大减低了 Jack Tam 8216 换失关节 会否影响到神经线 手术有没有可以做得准 很怕做完手术 影响到神经线以后走不到 刚才也说过 神经线 附近也有很多神经线 但会影响到神经线受损的机会 其实不是那么高 刚才也说过 我们那么多辅助的科技 例如我们用一些机械臂 或者机械人 附助的失关节支援手术 因为在我们做这种新的科技的时候 那些机械人很聪明 切了出界 他不让我们切 他会限制着你切的范围 他知道哪里有危险死 他会画个区域给你 如果你出界的时候 他会阻止你 所以他尽量可以减低这些机会 所以对我们也有成功力 帮助了很多 这是越来越新的科技 大家可以安心一点 如果在你面前有一个病人 你刚刚跟他做完 换失手术 都挺顺利 你会跟他说什么 你现在可以回家了 之后你要留意什么 有一段什么时间 然后不要吃什么 或者留意什么 你会有什么说话 有的 其实每一个医生 或者每一间部门 或者不同的医院 都会有一些伏腔的指引给病人 大部分病人由于现在的伏腔都快了 缓完这些膝关节 有不同的科技的辅助 很多时将来就落地走 最重要我们在手术的早期 最重要防止伤口感染 因为我们第一大敌人 做膝关节的支援手术就是伤口感染 可能他在医院的途中 需要做一些抗生素 术后要保持伤口护理 不要濕水 不要弄到他骚髒 害怕伤口感染 消肿方面要尽快将他消肿 可能要做一些冰敷治疗 特别在家里 如果没什么做 就尽量冰敷 做多一点 物理治疗师和医生 通常会有一系列的运动 教他做的 如何练习附近的肌肉 保持关节的活动 我们不想关节动得少 会变得僵硬 然后更加努力 可能下街逛逛 你看到公园有很多器具 现在政府很多康民处 很多公园 好像有些脚踏 例如别人练脚 踩单车 都是一些辅助 到时物理治疗师和医生 会识心解释 每个人有点不同 或者看你的严重程度 做完手术的严重程度 才配合你自己的需要 我想不用太担心 接着这位病人隔壁的老婆 便会这样说 医生你告诉他 他想问你何时 可以踢球 五六十岁 一些激烈或剧烈 做开的运动 他很想做回的时候 有没有机会可以重新 以现在的室关节支援 我们通常给一些年长一点 当然有些年轻病人 如果情况很严重 都适合管关节 但要去到一些接触性的运动 比较体力化 踢足球 打篮球 未必每个人的适合 可能要保护一下 因为我们想延长关节寿命 因为我们换一次之后 以前说用10年 现在不是的 关节很耐用 有些可能用20年 30年都可以 视乎他怎样用 所以如果是一些比较 冲撞性的运动 其实医生就未必很建议 但一般来说 例如我想去打球 或游泳 踩单车 普通行山 甚至打哥尔夫球 这些有很多病人 都可以回到以前他喜欢的运动 既然你带了这个 这个是否换了膝关节 没错 我以我有肤浅的知识 想请教你 如果未换关节 正常常的关节 这些地方有啫喱 有些软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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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需要换 这些软骨 就已经磨换了 我想知道 这个关节 来了 换了 它怎样令到它 不磨下去 那些地方 你见到 我们拆开它 仔细看看 它是拆开部分 你见到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切割面 我们这些切割面 这就是膝骨切割了的状态 切割了的状态 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切割呢 就是 一要配合关节的形态 第二 我们将表面磨损了的关节的地方 特别我们常说的骨刺 或者没有了软骨的地方 磨走它 让它不要痛 那我们配合一个 金属的关节放在里面 将两边切割完之后 之后我们会换一个白色的东西 这个也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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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是模特兒 这个是模特兒 如果换关节 这个也是在膝骨 你会见到 其实这一块是聚悦膝 我们叫做 它代替了膝骨中间的软骨 那你就发觉 当我们摆下去之后 当膝关节我们走的时候 你见到它伸脊骨 其实就磨到这个聚悦膝 就不会磨到你旁边的骨 那病人就不会痛了 所以 就变了 顺滑一点 没错 那你就见到它 就不会磨到那些软骨 是 那我就最后一个问题 那为什么是换就失关节 为什么换不到手肘关节 我想其实 现在的科技来说 全身的关节 你见到肩膊 手肘 寬 膝头 甚至触摸 其实都可以换 不过在我们的病人 我们的日常生活 最容易磨损就是失关节 和宽关节 所以你会见到 我们很多病人 最普遍都是换失关节 和宽关节 其实有些人 如果他因为受伤 或者其他问题 而勞损了其他地方 其他关节都可以换 不过少一点 这次我也是第一次 我们有很多视频介绍过 这次人真的拆开了 原来真的是这样 那块骨 原来我再拆多一次给大家看 我会否用力 就拆了它出来 不会的 固定得很确实 不用担心 很多问题 因为我常常很害怕 迟早到我 不会的 你这么正常 最近我照顾MRI 不要把私人说出来 你会出事 我告诉你 今天我很感谢 我们可以在这里 听到齐医生 和我们分享了 这些问题 问题又会产生另外一些问题 如果你们还有问题 又会留意 陈衍生很好 很详细 可以下次再来解释 谢谢陈衍生 如果觉得这段影片有用 请你分享出去 订阅其他留言 还有我们有一个 按钟仔和APP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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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